最近消息 高雄市长韩国瑜今天最后一天上班日 下午三点半在凤山行政中心前的草地举办了席别音乐会 现场有超过3400位民众前往参加 大家清一色的穿上了白色的衣服 戴口罩 欢送市长还有市府团队 韩国瑜在致辞的时候强调 现任之后他将不会参与任何的职务或者是活动 在致辞的时候更以清末百日为新著名的人物 谭四童的诗句横刀向天笑 去留肝胆两昏轮来比喻他此刻的心情 谢谢市长 谢谢我们韩市长带领的市府团队 摄身义举功感谢支持者一年五个月以来情意相挺 高雄市长韩国瑜率领市府团队道别 感谢之外更多的事不舍 离开高雄对我个人而言 虽有万般的不舍 有一些遗憾 但是也献上满满的祝福 但是我没有愿由 我心中非常非常的坦荡 演讲时速度哽咽 支持者情绪被带到最高点 热情喊话与加油声不绝于耳 古时周武王有乱成识人 同心同德 能离周武王 遗照的遗忍 我不敢自比周武王 但是我敢说 我们这个市府的团队 里面的首长 各个都是金氏记名的才华 以古时周武王为力 比喻市府团队之间同心同德 为团队平反 更用清末百日违新著名人物 谭四同的诗句 表达此刻心境 自认问心无愧 更强调下一步 不会接受任何邀约 不担任职务 不参加活动 专心成钱 我不会接受任何的邀请 或者任何的职务 也不会参与任何的组织 任何形式的活动 超过3400位支持者到场 这场毕业典礼 对市长 对市府团队 甚至对支持者而言 不是永久的离别 期待有一天 韩国瑜东山再起 冲徽政坛怀抱 记者梁家伟 王超群 SNG小组 高雄采访报道